喜欢追寻外星人 足迹或者到秘境探险的民众 2015年有福乐 因为继美国华人旅游业者首创亚马逊生态之旅之后 现在又多了一项复活岛 加上了哥伦比亚时日游的新选择 形成有哪些外星人的遗迹呢 东西们继续找来拉丁美洲的旅游专家 带着观众朋友一起去探险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拉丁假期这个单元 那么继上次我们带大家去亚马逊之后 其实有更多更好的探险人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探险外星人足迹 这样一个行程 那么到底这个行程是什么内容有多精彩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拉丁假期的负责人Anthony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Anthony Anthony你好 可不可以先跟观众朋友问号 皮特你好 大家好 我有没有听错是去看外星人的足迹 现在真的有办法有这样子特别的行程 真的带大家去看吗 对 到了南美洲呢 智利有一个岛叫复活岛 这个复活岛呢实际上呢 是在太平洋的正中间 它离智利有2300个迈 从Tahiri那边有2600个迈 所以真正的是大海的中间 你说的2000多迈 那等于是从多远 等于是从洛杉矶要飞的话 飞到哪里 像飞到纽约那么远 飞到纽约那么远 以前就有人到过这样子一个地方 对 而且它是用小船从距离 或者是Tahiri那边游过去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远 那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个岛呢 这个岛呢也就是15米乘10米 小小的岛呢 人怎么跑到那边吃的 对 那最有名的在这个岛上呢 在复活岛呢 就是这个人头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摩埃像 对 那这个摩埃像 因为我也做了一些research 过去一直有说 这个摩埃像是所谓的外星人来教的 这个到底有哪些传说 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第一个传说呢 就是说 这些当地人呢 他没有什么很好的工具 而且呢 他离全部其他的国家很远 他怎么有这个能力 做这么大的岛头像 对 平均呢 一个岛头像是14吨 那有最大的呢 14吨 对 最大的呢 都会达到82吨 所以呢 非常非常地大 也非常非常地重 那时候呢 也没有电子的工具啊 对 所以呢 他怎么刻出来 刻完了以后呢 怎么把它抬起来 移到岛上的各个地方 那还有一个传说呢 就是说 为什么是外星人的影响呢 是他的样子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小的模特 这个是当地你找来的 对 对 当地的 他做一个小模特 那外星人呢 跟当地人呢 他长的样子 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这个人头像呢 跟当地人的长法 有一点不一样 他的耳朵也比较长 真的耳朵好长 对 然后呢 这个脸型呢 也不一样 那大部分的这个人头像呢 他有个身体 但是因为那边 不停地下雨 那个土呢 就把身体埋在下面 有的有身体 有的没有身体 手平时呢 就是在肚子上 所以这个人头像的样子呢 就已经是很奇怪 而且它有这么高 这么大 那还有一个很奇怪呢 就是说 它有一个地方呢 它是把七个人头像呢 就是唯一的七个人头像呢 是脸靠海 全部其他的八百八十个人头像呢 都是脸往中间 往岛的中间 那刚好这个七个人头像呢 它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正好呢 每个秋分 它的脸是面对 那个太阳下去的地方 然后呢 在春分的时候呢 它的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这个 如果当初不是技术 真的有达到这个顶峰的状态上 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不是随便乱摆的就是 对 这个一定是算出来的 那这种人呢 它实际上在一个小岛 在太平洋的中间 它怎么有这个能力 所以传说呢 就是一定是外星人教他们的 外星人的足迹之外 其实这整个行程上 我们还可以去看到哪个地方 那有没有专门为我们东森观众 特别规划的 对 我们这一次呢 就会看到 所有最重要 最有名的这些人头像 在复活岛 还有呢 我们这个行程上呢 也会到智利的Santiago 还有Valparaiso 以前呢 很多人没有去过的 对 那这个呢 因为这个行程呢 就是看一辈子 应该要去看的地方呢 我们也会去看Colombia Colombia是过去 大家不能去的 但是这几年呢 进步了很多 对游客来说呢 是很好 很好有意思的地方 最重要的 东森的旅客旅团 有没有哪些特惠 像我们以前跟东森合作呢 我们把所有的酒店 都upgrade了 都升级 还有我们的餐 也会吃得比较好 包括海鲜餐 好的 谢谢Anson 观众朋友们 Anson 今天特别为我们带来 到底整个行程呢 应该怎么样去看 外星人的足迹 以及呢 甚至呢 会在当地 教你怎么样来看 到底呢 有哪些 是有可能是外星人 教过的一些文明 那么另外 当然还有 所谓的各论比较 这个过去呢 一直没有办法 开放的国家呢 这一次的行程呢 也会带大家去 所以大家如果要 更多的资料的话 欢迎上 拉丁假期的网站来查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拉丁假期的特别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